把麵疙瘩煮成食蔬湯 就是李林芳的拿手好料 过去何先生在台北白手起家 经营素食餐厅 生意还不错 会离乡背景到宜兰 可说是人生的意外转弯 为了小孩读书 举家搬迁来到这里 就是现代的孟母三千 对 我想要塑造的是一个好的旧学环境 如果一个好的环境 那孩子会自己 形塑他自己的样貌出来 不是你拿棍子去编 我还有地瓜叶 对 地瓜叶要用 这个要切嘛 花花你切了 红萝卜 红萝卜我没有切啊 把我这个菜给你削好不好 妈妈去剪那个地瓜叶 一早就同心协力在厨房备料 这是捧家人再平凡不过的日常 端出的蔬食料理都满意着妈妈味 吃起来的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像是我的老婆 当时的女朋友 就还是女朋友的时候 就会一起来吃 然后她就很喜欢喝她们的那个骨汤 对 所以我今天我自己是喜欢吃炒面 就是你来吃这样子 你会享受到就像你妈妈 亲手为你煮的饭菜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常会说我们家 我们家这样子 欢迎你来 六碗 简单的面疙瘩也藏着夫妻俩的心血 双双姻缘忌讳下 从十五岁就开始吃素 这抹面粉香勾起李林芳的童年回忆 从小吃到大 所以我是长女嘛 所以我们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是放下书包 然后去洗米 我爸爸还有亲自来教她 你要怎么揉啊 怎么弄的 那因为我从小揉到大啦 就是这个很费工的 要满头大汗的 这个就交给先生 谨记岳父传授的技巧 彭龙铭拿捏力道 反复把面团揉出劲道 机器要钱 这是重点 而且没有 机器做不出手的绞劲 我们小粉生意 我们还是做点 可以跟人家人跟人之间的 那个温暖度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 有时候客人也会看到 老板你在揉面团 说对啊 那你要不要吃 要啊 把面疙瘩煮成石书汤 就是李林芳的拿手好料 过去何先生在台北白手起家 经营素食餐厅 生意还不错 会离乡背景到宜兰 可说是人生的意外转弯 为了小孩读书 举家搬迁来到这里 就是现代的孟母三千 对 我想要塑造的是一个好的 旧学环境 如果一个好的环境 那孩子会自己 行塑他自己的样貌出来 不是你拿棍子去鞭打他 三杯就是酱油米酒跟麻油 可是因为吃素人不吃酒 所以我用高汤代替 炒着熟客都爱吃的三杯杏鲍菇 当年太太建议把手艺 和一对年幼的女儿带来异乡 彭鸿鸣难免有些犹豫 但做爸爸的同样希望孩子能快乐长大 在他临家画面的前面 就看到一个爸爸在骂一个小孩说 为什么考试考不好 然后已经这么晚了 然后小孩也在补习班回来 然后就在骂小孩考试考不好 就想一想算了 反正我们又不是北一女的 也不是台大的 然后自己读书读不好 要让小孩这么累干嘛 满怀对子女的爱护 夫妻俩就这么离开舒适圈 来到民风淳朴的宜兰 人生第一步熟 跨出开店的第一步 没想到邻居的反应超过预料 就是自己挂个彩球 自己放着鞭炮 然后就开始做生意了 反正左右邻居也都不认识 然后放完鞭炮 那个隔壁的邻居 就是虽然是卖荤的 鹅肉铃银 隔壁卖首饰的啊 然后对面他们就会来买 给你看你放鞭炮你会来的 然后就给你买 就是来搞官一下 因为现在人 现在人就是比较不喜欢那么油的面 所以我变成用水炒不是用油炒 有了左邻右舍鼓励 彭鸿铭用心端出充满巧思的素食料理 泰式炒面就炒出和太太年轻时的回忆 年轻的时候做志工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泰北 就是金三角孤居那边 然后他们就是煮了就这一道 这一道泰式的料理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那边吃觉得很好吃 然后就把回来自己做 本来是我老板娘在吃而已 后来客人喜欢吃就开始卖 彭鸿铭身为一家之主 担钢店里大部分的掌勺任务 当年期望生活能早点稳定下来 异乡的不变和心酸 夫妻俩都一起吞下 就是为了孩子 我觉得为母则强 为了孩子都可以很坚强的活下去 真的真的 当我尤其是举家搬迁来到这里 真的晚上只有自己偷偷哭 我觉得我要当我们全家人 所有的支柱跟后盾 就我先生是走这一边 那我可以补他的部阻 经过数不清的调试 夫妻俩终于站稳脚步 当年独幼稚园的两个女儿 如今也能够独当一面 煎起香春蛋 有模有样 还能来个颠锅 女儿们耳濡目染下 拥有一手好厨艺 从小就是店里的小帮手 他们因为个儿很小啊 所以只能拿那个小板凳踩着 然后上去炒饭 你可以去看 有时候网路有一些网友 他们会写 会侧拍他们 他们真的小 然后就炒饭 然后端盘子 然后递东西给客人 收碗盘什么 大的小的都是 你看这书还不错 你看长得 还蛮香的 对 真的是张树的味道 其实就是转念 我刚开始来到这边 人生地不熟 你要想我这边来 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宜兰人 没有耶 完全没有耶 然后可是我要在这里 为了孩子而活下去 我觉得那个不容易啊 你说像我 可是你看这十几年来 我累积了 我脑袋里面都是 其实这些客人都是我的朋友 在异乡落地生根 转眼已经十六个年头 不变的是 一家人总会趁着 闲暇时出来走走 对夫妻俩来说 只要孩子快乐 开心成长 经历过的磕磕碰碰 也都能成为好滋味 对夫妻俩来说 对夫妻俩来说